国民党主席吴敦毅被问到是否不分区名单已经确定的时候 只见他再三的强调 一切按照程序完成公开公正 有人会不满意 他也没有办法 而针对了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了 这份名单引来了外界 骂声连连 而对此呢 吴敦毅就表示了 他并不知道谁在骂 但这份名单应该会得到社会大众的基本肯定 史上最遥远的距离叫我身边有你 你却没在我心里 没想到这话如实上演在吴豪两人身上 两人碰面简单握手一秒钟 口方连一秒都嫌多 只见吴哥头也不回 接着站定会戴帽 吴哥好不好 反正就这个样 但郝龙斌看起来一定也不好 今天他从10点15分44秒碰见吴敦毅后 短短31秒内就开始看表 他的身心 他所有的举止都散发着 他想快晒 各位贵宾 男友来来爬下高下我们的副主席 原来起因正事 这个名单不理想是大家都有的共识 这是好农民的说法 而这是吴敦毅的认知 一切公正无私 而这是柯文哲听到后的笑声 应该会得到社会大众的基本肯定 我们应该是会被肯定 谢谢 书记长外界干涉会电 怎么讲我不知道 谁干涉没有用 吴敦毅说这名单会被肯定 备受检验 正义来营的这份不分区名单 可没如实反映在民调上 根据联邮报最新民调显示 选民投政党票 国民党跟民进党分别拿下29% 是相互扯平的状况 但时间点回退到一个半月前 当时国民党还以59%的支持度 力压民进党29% 民调不一定代表民意 但做民调的时间内 吴哥做了好多事 吴哥说公正 吴哥拍手 吴哥比赛 吴哥还哭 变吴哥哭 选战倒数 吴哥接下来做的每件事 不管多微小都有亮点 东西新闻将予 刘家佑在台北超到